好 大家好 那这节课的话呢 我们来怎么办呢 那这上节课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这些了 对吧 那上节课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好 给大家慢慢的讲这一块 好 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明白 那下面的话我就讲快一点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看这一块了 那上面的话 我们就完成这块 这一块的话呢 是用户提交订单之后 我们要把动态的数据拿过来怎么办呢 拿过来是不是往这个地方传进去 是不是传进去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便利传进去 传进来之后 在这个地方接收它 对吧 这个这些指都是动态的了 好 然后呢 最后我们许探一个字符串过来 对不对 好 许探之后的话呢 好 许探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调用它 然后的话呢 来到这个地方传给它 是不是 就用一个字符串 那这块的话呢 我们先放着 因为我们还没完成了 我们先把它住掉啊 打印它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一块呢 还有下面了 还有下面 看这一块合计 然后想当时间 店铺地址 商家电话 一三块 这块四块啊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组合好吗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首先看合计 合计的话是排在右边的 那是一个我看一下 上面有一个指示 哪一个指示排在右边的啊 对 看到没有啊 又对齐对吧 是又对齐 好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首先先把它搞定吧 好 还是一样的 让它加等一 好 加等一加等一 那这个地方 大家来看一下啊 还有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又有一个细线 是吧 这个细线跟上面这个是一样的 是吧 那我们可以把上面块复制下来 就可以了 好吧 上面这个再复制一番 好 放在这个地方 OK 再复制一番 好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好 来到这个地方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还是跟这个一样 加等一 好 这个地方就合计了 对吧 那合计呢是 呃 首先的话呢 我们排在右边的是啊 标签 啊 标签 啊 标签 然后的话呢 加上 好 加上合计两个字 合计 好 那合计也是个动态值 对吧 那么目前的话先把它写死 对吧 好 比方说300 好 然后再加上一个圆 好 加上一个圆 好 加上一个圆 然后的话呢 好 什么换行 对吧 我们要换行吗 好 换行的话也是B 啊 换行 然后的话呢 结束标签 好 结束标签 啊 OK 好 接下来 再下来 这这块就完了 对吧 这块就完了 好 然后还有 这样放到这个地方来 还有 还有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换行啊 所以我们再给它换一个 对吧 再给它换一个 控出来嘛 那这地方控的多一点 我们不换行的话呢 它就会挤 虽然它已经换下去 但是它有点挤在一起的样子 你看吧 这个下单时间跟店铺地址 是不是挤在一起 我们再来呢 换一行的话呢 这个合计的话 跟下单时间就空开的多一点了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再加一个 好 再加上一个换行 那就是B啊 加上B啊 好 接下来再来 好 再来复制一份 好 这样就控出多一个空格来了 好 那下面的话 那就是什么了 下单时间 别人颠覆地址 然后商家电话 这三块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完成一个的话 下面其他复制就OK了 好 下单时间 好 下单时间 然后的话呢 好 下单时间一样的 这样的话 我们给一个冒号 好 冒号 然后的话呢 让它控开一点 好 加上 然后的话呢 下单时间也是个动态值 对吧 我们先把它写死吧 好 比如说2020年 然后的话呢 10月201号 好 然后的话呢 加上 好 加上什么呢 币啊 换航标签嘛 是不是 这就OK了 好 换航 稍微控制 好 然后把这一块复制一份 然后下来 然后再下来 下单时间还有呢 店铺地址 商家电话 好 来到这个地方 店铺地址 店铺 好 地址 OK 然后的话呢 这个店铺地址的话 我们可以写成一个固定的 因为这个店铺嘛 肯定是个固定的嘛 那我就云南省 云南省 这块如果长的话 它会自己换航下去 不用 我们自己给它换号 好 云南省 然后昆明市 好 云南省昆明市 好 云南省昆明市 这个关渡区 好 然后环城南路 110号 好 这样BR换号 OK 然后下面一个 下面的话呢 就是商家电话 好 这个你可以自定义了 不必跟我一样 好 商家电话这个地方也是一个 固定的值 好 填下我电话号码158 或者是087 好 0871 然后的话呢 999999 好 行 这样 OK 好 然后的话呢 这样就完了 好 这块我们就完了 彻底完了 然后的话呢怎么办呢 我这一趟对吧 好 我这一趟 这一趟 嗯 嗯 过来 放到这个地方了 好 这样我还是对这个地方注视一下 好 要便利 嗯 要对 好 要对这个菜单 进行便利 好 对这个菜单进行便利 好 这块是哪里来的 是不是这个地方来的 那我们传几个值过去呢 这个地方 一二三四个值 对不对 传四个值过去 好 那来到这个地方进行便利 那便利的话呢 肯定是直接从这个地方传值进来的吧 对不对 那这个值从哪里传进来呢 这个值 这个值就是我们的菜单了 对不对 好 那菜品了 所以它有个值在这个地方的 对不对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动态值呢 这个地方 那桌号是不是动态的 桌号是不是动态 是的 对不对 桌号是动态的 好 那后的话 我们给一个桌号 桌号 这个桌号的话呢 其实跟我们之前那个是一样的 好 我们可以往这个地方来拿了 待会我们要从外面 从这个地方来去 我们看我们之前的话呢 也就是用户下单那个界面 是不是配置这个界面 对 配置这个界面对吧 配置这个界面 然后的话呢 来到这个地方 待会我们要把这些值给它传过去 好 上面 而且可能大家看了都已经忘了啊 我都不再给大家做讲解了 因为待会我们要把代码 交到这个地方来 让它从这个地方传值过去 好 首先桌号是一个动态值 对不对 还能放到这个地方来桌号 好 然后的话呢 用餐人数是不是个动态值啊 好 这是个用餐人数 好 用餐人数也是个动态 好 然后的话呢 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的话那菜单对吧 那菜单菜单 我给一个值吧 就像菜单 好 好 我作为一个 行餐 来接收它 好 然后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还有哪些值呢 还有哪些值呢 我们看一下 哪些是动态 这两个是动态 这个是动态 好 这个是菜单了 菜单 待会我们要把这个传过去 菜单 那便利它的话就是它了 对吧 点上它 是不是 点上它 不是点上它呀 我们for each便利是for each 或者负情怀 或者负情怀 F-O-R-E-A-C-H 好 我一起便利 多了一个括号啦 多了一个括号 好 然后item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用箭头函数 好 下来 下来来到这个地方 好 然后的话呢 便利之后呢 要付给它 对吧 那就是 好 加等一 好 等一哪一个呢 我们把抽进来的这个值 是刚才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好 这个地方 好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 好 来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传值的吧 对吧 我们现在还 目前还不知道传哪些值 我们现在呢 空着啊 然后看看还有没有动态值啊 动态的 合计是不是动态的 对 合计 好 合计是个动态的值 好 t 我们的t o t a 好 然后的话呢 这个就是合计 合计的话呢 我们要放到这个地方来了 多少元 我们先把它这换的吧 这个也换掉 我们就一次性给它换的了 后面我们要去 我们之前的代码里面 去把值给它传过来 用餐人数 这个用餐人数对吧 好 然后的话呢 还有哪一个是动态值呢 时间是不是动态值啊 时间对不对 好 时间也是个动态值 OK 那我们这个地方给一个时间态嘛 好 时间在这个地方下单 时间好 放到这个地方来 OK 放到这个这个地方来 好 然后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吗 没了对吧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嗯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了 哎 我刚才打印的话呢 是不是app.wee里面 我们写了什么东西 让它去掉了 我们看一下app.wee里 我们把这个掉出来了对不对 这个是干嘛的 这个 我又忘了 哦 这个是我们连接打印机的 那这个我们可以不要了对吧 这个是连到哪里 连到这个地方 测试 不要了 如果我们要的话 那要出错了 现在 因为我们传了一些纸过去 不 我们现在连 连接打印小票的话 是不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是用户点击下单之后 他这个我们可以保存一下app.wee 现在ok了 不要了 好 然后我来到这个地方 OK 那现在目前就这个了对吧 目前就这个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也导出去了 导出去了之后的话 我们要附给他 好吧 这个content给他连接了 好 来到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看 我们导出去导命 说用什么导出的 好 export导出去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import 就看得明白吧 这个不用我多讲了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些烧烧作 好 pint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好 OK 这个文件 好 然后把这个一个复过来 复给他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导出的是这个什么类型的 导出这个是个什么类型 是个方法对吧 OK 方法的话 我们加上括号 好 这样就ok 好 然后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要传值的 对不对 就值的话 就这些就值了 这几个值了 我们直接复制一遍吧 好 然后往这个地方来放进来 OK 然后我们现在 这样就ok了 ok了 现在就ok ok之后的话呢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跳到我们用户下单 提交订单那一块 来调用这个方法 对不对 调用这个方法之后的话呢 还要从这个地方传进来 对不对 这个值啊 是不是啊 传进来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值再复制一遍 放到这个地方了 好 放到这个地方 或者我们用一个值来接收这个对象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的一个一个来取 行不行 可以 对不对 好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首先的话呢 嗯 这样就ok了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我们前 呃 下单那一块 用户点击提交订单 然后的话呢 将这个值传到这个地方了 然后又传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传给他 传给他之后的话 那么得到值得到这个 排版的 呃 排版之后的话呢 re turn re turn 他又来到这个地方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印出来了 那现在的话呢 就ok了 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一块 看看有没有错误 如果错误的话呢 我们先改一改 免得待会出现错误了 我们要改了改去的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检查一下 好 这个地方首先是空置不错 好 可以一个一个加上去 好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 好 应该是没有错 的话 好 没问题 然后做好 好 动态值传进来 ok 然后他用上人数 好 传进来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便利了一组虚线 好 然后再往下面走 下面走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行餐 好 这块的话 我们待会要把这些做一个宿主 做一个宿主 待会我们要把这个一个宿主传进来 对吧 缝引起 然后一个一起便利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传进来 那传进来的话 就传几个纸了 在这个地方对吧 哎 不是这个地方 就走 好 123 四个纸对吧 四个纸传进来 好 往这个地方传 四个纸往这个地方传了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块先放着 待会我们要取钱 要去下单的一块 好 就是配置这个页面 好 来到这个地方提借订单 这块 现在传过来传过来 我们再来看啊 现在看看 其他一检查一下 其他有没有问题 实验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合计好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地方换一个行 OK 那time 没有问题 好 这个还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好 对他 OK 没问题 好 现在我们可以来到这边了 好 然后来到这块 这块我把这收钱吧 这太多了 这块是我们代码写的最多的一块了 好 我不喜欢切太多了 我一般都喜欢抽 把它抽出去 好 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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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收一下 好 收一下 这给收一下 好 这给收一下 还有吗 这给收一下 对他收一下 好 行啦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加拿影机了 还来到这个地方加拿影机了 嗯 还到这个地方就是打印小票 好 打印小票 好 打印小票 嗯 好 然后我们也是 import 引进来 你哪一个呢 你哪一个 是不是request 这个里面 好 这个 好 导出去是这个名字 好 然后 哎 来到这个地方啊 好 然后的话呢 付入 好 我们看一下是在这个request q u i s t 哎 是 r e q u request 好 这个里面 好 然后我来到下面 拉拉拉拉拉拉拉 下面 我们看一下 应该放在哪个地方让他打印 我看一下 没应该放到最下面来对不对 打印小票 为什么要放到最下面了 为什么不放到上面呢 我们不放到这些地方来呢 如果放到这个地方来出现什么情况呢 如果你的小票打印机挂的了 那挂的的话呢 会被这个tricus给捕获到对不对 我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导出来是个圣 是个pomise类型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啊 味特来到好 可以像之前一样 用二位特来接收它 如果这个小票打印机出现挂的了 那挂的了的话呢 如果放到这个地方呢 下面这代码都不会走了 他会被tricus给捕获到 捕获到他会进入catch里面了 如果你打印机挂的下面就不会走了 这个订单推送也不会走 然后跳转页面也不会走了 这个也不会走了 用户就停在那个地方了 好是不是 那用户还以为他没有下单成功了 然后你这个订单 你这个小票打印机坏不坏掉了 跟用户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你坏掉了就坏掉了嘛 不不提醒也不提醒 但是菜你还是要上的对不对 好 你不能说就卡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说的话 我们应该不应该放到这些中签来的 对吧 上面也不能放 应该放到这个地方了 好 这上面这上面的话呢 挂的的话 你下面下面可以不走是吧 但是你小票打印机挂的的话呢 你其他是要走的啊 所以大家要考虑好这个问题 打印小票 好 来到这个地方 那么有啊 wait wait 对不对 咦 旁边船只过去 好 看一下哪些纸的好 就这些纸啊 就这些纸 桌号 然后人数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这个就是便利的菜菜品了 然后的话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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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来着 这个是 好 总总合计了是吧 然后这个是timetime时间 好 我们一个个来吧 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啊 那首先我们找一下 好吧 我把这块收想吧 这个太多了 我们直接往上面去啊 往上面去 还记得我们之前的代码吧 记住这个纸 我们传的是 一个一个参数传过去 所以对应好这个位置 好 第一个的话呢 就什么了 第一个就是桌号 对吧 好 桌号 把第二个的话呢 是用餐人数 用餐人数 人数它是这个是 好 我们就往下面拿 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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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这个地方 传进去 好 第三个 第三个值 第三个值的话呢 第三个值的话呢 就是我们菜单了 就菜单了 菜单是哪一个呢 提出菜单 是不是这个 IES过滤到总价伪力的购物车里面菜品 我们直接把IES传过去 IES里面有很多指 但是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什么 需要只需要四个指 一个是菜品 一个是规格 然后一个是单个商品的这个数量 然后是单个商品的这个合计 对吧 我们只需要四个 这个地方要么你就单独抽出四个来 作为一个合并 作为一个受阻给它传过去 要么直接把IES传过去吧 对吧 也可以 我们直接把IES传过去 把IES传过去的话 我们取那四个指就OK了 所以IES传过去 OK IES传过去的话 它就会被第三个指一三这个指接收到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总价 好 总价我们来找一下 总价是在哪个地方呢 总价 好 总价是在上面 上面计算 总价是不是这个 这个是不是总价 我们看一下 好 看见吧 总价是这个 好 总价拿过来 好 总价拿过来 好 然后的话呢 最后一个值 最后一个值 最后一个值就下单的时间了 时间我没有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时间是time 时间是在哪里 谁 没时间吗 谁在这个地方 old time old time 好 然后过来 old time 对不对 old time old time 不对嘛 它是在old里面的吧 这个值对吧 这个值可以在外面 但是old time old time old time的话 那是在这个对象里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old old time才对 好 是这个样子 好 来到这个地方 那就是old 第1 点上 哎呀 不对呀 我刚才填到哪里去了 我应该是放到这个地方来的 IES 好 我刚才把它复制到这个地方来了 啊 又扯淡了 我 有毛病啊 这个地方是对的 这个是干嘛的 这个值传进来 这个 我应该是把它复制进来 放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传到这个地方来去 好好好 好 可能也都同学看到了 我刚才填到这个地方来了 计算当天销售 不对的 放到这个地方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 我们这个地方 old old 点 old time 那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要拿到的这个时间 old 点上old time 好 一二三四五 好 五个值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一二三四五个值 好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对它进行一个便利 好 我们看 首先传到这个地方 传这个地方的话 它又来到这个地方 好 来到这个地方的话呢 被这个值接收到 好 这个值我们就for each 对它进行一个便利 好 便利的话去itom 那首先itom 好 我们可以来对着这个来了 我们可以来对着这个了 那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值 第一个值的话呢 就是什么了 我们可以把这些给它去掉了 对吧 好 我们可以把这些默认值给它去掉 不要了 因为我们传的都是动态的 这个也不要 去掉 这个也不要 去掉 这个也不要 去掉 好 四个参数 好 然后的话呢 把它控一点嘛 控出来一点 要标准一点 好 保存一下 这个文件可以保存一下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过来 过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 好 我们现在已经传进来 传进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值 这个值里面 这个是个数组了 对吧 这Ries本来是一个数组嘛 然后我们来找一个一个来找 那找的话呢 这个值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到我们这个云开发里面的 来看一看这些字的 好 对着这个字的 这个字的一定要对上 字的你对不上 你就取不到它了 好 然后我们来到数据库里面 数据库里面找一组值 看一看 O的 我们在O的里面找一个就OK了 好 然后的话 那么看一下菜品名称 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 好 把这个展开一个看一看就OK了 好 菜品名称的话呢 这个地方 内蒙对吧 内蒙是名称 好 我们要对上啊 内蒙 好 内蒙 然后第二个值的话呢 什么 第二个值 好 第二个值的话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地方了 好 第二个值的话就规格的吧 规格 好 那就item 规格 规格在 规格是哪个字的 好 规格 规格是哪个字的 规格 规格是哪个字的 没有规格吗 规格是固的 我记得是固的 哎 不对嘛 好 应该是下面了 应该是有规格的地方 我们下面找一个吧 看看 好 在这个地方啊 因为之前讲的课程 这个是我补录的啊 给大家补到一个规格的功能 好 然后的话呢 放到这个地方 item 点它上它 好 然后的话呢 第三个值的话呢 是数量 数量 数量的话呢 我们找一下 数量是哪个字的 好 数量 数量的话呢 就是这个 好 这个是不是数量啊 对 就是它了 好 数量 然后的话呢 这个数量前面 哎 带马的 好 来到这个地方 好 好 item点上它 然后这个数量前面 我们稍微加上一个信号 对吧 它是字符串 好 加上一个信号 好 加上 那一个信号出来的话 就这个样子 乘以的 对吧 好 然后的话呢 第四个值的话 就是小记 它单个商品的小记 好 单个商品的小记 是这个 对吧 这个 这个值就是了 对吧 你看吧 2 2 乘以25 是不是 20 50 对吧 所以这个是总 它的单个商品的总计 好 合计 应该是 好 然后就是item 点上它 好 四个 对吧 好 它就传到这个地方来了 好 现在我们可以保存一下 一个一个保存一下 好 保存 这个地方保存 然后这个地方保存 好 这样OK了 OK OK之后的话 那么可以来打印了 拿打印机来打印了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先保存一下 看看有没有出现什么错误之类的 可能出现错误 我们要进行调试 那目前的话 应该是不会出现什么错误了 我们已经搞定好了 好 这个打印机的话 说难也难也难也不难 说难也难 好 说不难也不难 好 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可以来连接打印机 进行打印了 好 这样我暂停一下 然后我现在 哎呀 出现错误了 我看一下 哪个地方出现了错误 你看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出现了错误了 合计 它 你看 它把这个49 好 标到这个地方来了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把这个地方给我标出来了 说出现错误 那就在这个地方 合计 合计 在哪个地方 有个合计 好 这个 它说这个地方出现了错误 对吧 它这个地方出现错误 你看 它代码里面都给我标出来了 是这个地方 你看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出现错误 这个地方是哪里错误 我们找一下 好